像这个秘书每诗发音要怎么念得真 Secretary 有的时候我们听外国人跟着外国人念是没有错 或者学英文歌 可是学他的音是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觉得没有办法学得很像 或者是说他到底这个音 卷舌怎么卷法也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我们就专门针对这个 像这个是不卷舌卷一半大卷舌 像这个我们说卷一半 你有看到音标或者我不讲的话 外国人当他不会念不卷舌的Secretary也不会 可是他好像有点卷舌 但是卷多少有时候搞不清楚 卷一半 基本上卷一半 他们两个前面这个App跟后面的App 所以有时候练习 你自己舌头伸出去就不卷舌 舌头往后卷一点就大卷舌 如果往前卷一点 舌头不要伸直就是一半 至于一半 有人可能多一点少一点就练习一下 就是不要很卷 不要非常卷 也不要完全不卷 就抓那个意思 抓不准也没有关系 像外国人像美国人或者英国人 当然美国人是比较更卷舌一点 比英国人更卷舌一点 可是像这种卷一半 不同的美国人 那当然不可能每个都一 就是反正有卷就对了 有人多一点少一点 这个一部分是Section 这边大部分都是卷一半 Section Section Sector 我们讲部门也是卷一半 Sector 那这个二我们放在后面 现在是在讲A A的部分 反正这个音就是放在后面一点 比较 也卷实了 要放后面一点 Sector 因为这个二有三个音 我们后面再提到 反正 如果说像这个音标 你觉得跟另外两个 有分不太清楚 我们就抓一个诀窍 像英文 有些英文念很重 father mother 当然我们不要念那么重 就有点那个意思 Sector 如果是耳的话 Sector 不要轻点 这个不要放在 发音部里在后面 Sector Sector 你念 这个音念重点没有关系 虽然有时候不太像美国人 可是美国人就知道 你是练甲子 因为美国人看英文 台湾人看 晶片的发音 有一种崇拜感 在嘴巴上不承认 嘴巴上说 太矫情了 segment segment 也是卷一半 segment 分开分离 要种族隔离 是segregate segregate 比较麻烦的是 前面是卷一半 后面不卷实了 所以有一个差距 segregate segregate 很少的是sodden so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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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呢 是self self self 这el呢 就滑过去 self 那麦东西呢 是self self 当然它们的动词比较多 它也可以当名词 那我们先不管了 我们就说 动词的话 是确实确定 self 名词呢 是sale 那个字完全不准是seal seal 就跟那个航行啊 或者反一样的发音啊 所以动词啊 是卷一半seal 名词就不准是seal 这个研讨会是se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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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些美国人可能念seal seal 念到耳的音啊 那基本上不正确啦 可是有人这样念啊 也就过去了 那有人念seal seal seal 都有啊 这倒无所谓啦 就是反正 因为还好 因为这个音啊 跟它近似的音比较少 像这种音 念不准就没关系啊 像这个seal seal 跟那个大群蛇 seal 跟那个 不群蛇seal 像这种音就不能不准 像这个 你不管念seminar 这个音标是这样的 或者有人念seminar 或者seminar 像这种就 比较无所谓嘛 但我们还是照KK音标正常的念 你要seminar 我们说派出去啊 会记性啊 send 这个是的 轻轻的send 听得到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过去诗啊 跟过去的分词 是sent 就是sent 所以人家要听你的尾音 到底是send 还是sent 他就知道你用 现在是过去诗 或过去的分词 send 我们说感觉啊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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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敏感的是sensitive 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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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官能的啊 感官的啊 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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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u 我每次后面会再提到啊 这边是加a啊 反正就是带来的音啊 不完全是u sensual 像这个是双母音啊 可是 不是我们讲的双母音 我们讲的双母音是 它是固定的 两个母音在一起 双母音啊 这个是随机的啊 就只是两个母音叠在一起 也是双母音啊 但是不是那种固定的双母音啊 sensual 然后说句子啊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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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外文讲sentence 那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 因为 美国人 光是美国人的发音啊 有很多嘛 美国东南西北中西部啊 那发音都不一样 我们说感情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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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大部分都是这样 半卷是 卷一半 分开呢 separate separate 也是一样 前面是半卷舌 后面完全不卷舌 sep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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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说开会是session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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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s1t 只有三个字母 中文音就一定要准 因为你这个是set set 你就不能念 seet seet 也不能念大字母sent set set 他念一半的set settle 那安置呢 s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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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7 一定非常准 啊 我听到中国大陆很多人讲1、2、3、4的 我们讲1、2、3、4的 1、2、3、4的 好漂亮 好比唱歌啊 我们开始唱啊 1、2 哇 头就昏了 长那么漂亮啊 当然中国人嘛 英文不好也正常嘛 可是1、2、3、4最起码要念正确嘛 1、2、3、4 1、2 或者是手机啊 5G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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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3G 4G YouTube嘛 就很紧了 YouTube 啊 这个很多人听到念就没办法 那日本人都没办法认识 shut arigato 啊 这种都是 发音比较离 seet 就很转移到7 转移到7 这里性啊 性别是sex s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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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 这个阴暗的地方 影子啊 shut 这边就变大选蛇了 你看se 当然都是转移到1 sha就变成大选蛇 shut shut 也就是说呢 sh 两个阴 两个字母合想发个she 所以有时候某些字母不发音 有时候一个字母发两个音 有时候两个字母发一个音 shadow shadow 那w 你也可以说w不发音 你也可以说ow只发ow的音 也可以 shapped 这个意思很多 shapped 什么剑杆、肘、树坑、大群蛇 shapped 可是不一定 你看这个SHA都是发蝴蝶音大群蛇 可是这个就不确实 sha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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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有大群蛇 所以乱七八糟 所以自然发音法是希望找些规矩出来 可是规矩就很弱 因为要找很难 所以学自然发音很痛苦 因为学发音本来就很累 然后自然发音你要去记它的规矩 又很累 然后记得规矩记得半天 那有些又例外 怎么办呢 累死了 所以当像美国人英文最好 从上讲到大 也不用学音标 也不用学自然发音 什么都要学 自然 跟着长辈 跟着大人念是最好 那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环境 那就比较累的 所以照着我这边来也是一个办法 shadow 那我们说修持是信仰 而且完全不建设 信仰 那希腊精 或者希腊精 shampoo 它终于在后面 不是shampoo 是shampoo shampoo 因为英文很多音节摆后面 从发文过来 因为发文普遍 就是很多是放在后面的音节 因为英文是大杂烩 本来也没有英文 英文在西方语言算是非常晚的 本来就是一个德国的地方的方言 然后又吸收了各种的文字 变成英文 简单 因为在欧洲各种语言来讲 英文算相对的简单一点 它的阴性阳性就这些比较简单一点 sheep 形状sheep 又完全不建设 sheep 然后一部分 或者分享share 我们再念一遍 每个字再念一次 可以可以音标帮一下 我们再讲一次多译 secretary section sector segment segregate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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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累的 它漏了一個k there 意思就是念輕一點 但是你不知道這個原因的話 Vegan沒辦法發音,La paced la ve KC就是個特殊地方 漏了一個 我們可以輕一點 不然有的话叫Sapen,那才中,Sapen,就叫做滑过去,因为美国翻译滑音嘛,脸音嘛,这些,Sex,Shadow,Shift,Shake,Shadow,Shin,Shampoo,Shake,Share,我们就看很麻烦的一次多语,像Secret,一般就秘书嘛,这个很简单, 这是书记官,书记官,法院书记官,书记行政单位书记,他也不是真的民主,就是主管啦,或者美国的部长叫Secretary,但要大写的,那英国部长叫Minister,也要大写的,但是英国有部长算因为不大ε也用secretary。或者英国是次长,有部长用,是次长一起写字桌子, 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意思 那section 就很麻烦了 就练一下吧 不去解释 section 它到名词的时候 可以到切下来的部分 一片 一片 一片土地 一片一块 一片橘子 一片花瓣 一部分 或者文章的节 文章就是有单字 word 最先是字母 alphabet word 具体sentence 若干一节 若干一节 一章 chapter 很多章变成一个book 一本书 若干一本书 第一集第二集 变成册 最后所有的书 集中在一起 书店 book store 或者图书馆 library 也可以当条文的款 我们说条文嘛 第几章 第几条 下面有第几款 第几项 可以当地区 或地段 或阶层 或者部门 我们叫处 刻骨 因为这个英文没分那么细 然后军队的小队 或者一个剖面 剖开来的 切开 水果的一半 你看这意思很多 动词叫分成 切成 断 切片 那sector 一般我们就是讲 部门 行政部门 法务部门 人事部门 总务部门 一个公司 或者政府单位 若干个部门 你可以当 它在数学上 就一个扇子 扇子 扇子 那也可以当个军事 防疫地区 而且防疫地区 像个扇子一样 扇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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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可以当区段 土地 马路这个区段 像台湾征收土地 区段征收 有尺规 像尺一样 动词就是分成若干部门 部分 那segment segment 名词也是部分 所以这两个字有点像 但在数学上 它是一个线段 结出来一个线段 所以 你看从数学上 可以看到它是 线的一段 sector 是一个线形 就是它是一个平面的 这边 这是怎么叫点线面 这比较是segment 比较是一个面 segment 比较是一条线 这样子 那 动词分割 切割 切成片 那segregate 在美国很多就是用在 种族隔离 黑人 把人分开 它在语言 一般一直分开 分离分开 然后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因为一般人可能 比较不知道 可以当形容词 可以当被隔离 这一般老外人都不知道 因为知道磁性 尤其在写文章的时候 你磁性的观念 写文章写得比较好 符合文法 阅读单 也是要了解一下 可是一般人 就寄单字 寄那个意思 比较不去寄那个磁性 所以中国人 华人 英文不好 有各种原因 就寄了观念 所以我视频都在讲观念 不只是教英文 在讲观念 第一个讲观念 第二个就是讲程度 最重要就是 希望大家选一文 事半功倍 而不要事倍功半 SELF 一般是副词 就是不常发生的 难得的 少见的这些意思 但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不常有的 不常见的 难得的 所以形容词 副词都可以 SELF 一般名词 就是自身自己 自我 本质 私心 私心 也有在用 然后形容词 就是同一个种类 同一种的 或者一个淡 淡颜色 这样漏了一个 这边应该是一个 淡色的 SELF 一般当动词 销售 推销 或者促进 售处 然后 这个 一次对最麻烦 SELF 背叛 背叛我们中文 我把你卖掉 你不是物品 我把你卖掉 中文也是 这边写 出卖比较好 背叛就是出卖 宣传 受欢迎 你看SELF 卖得好 卖得好 就受欢迎 当推销员 有销路 名字是推销术 也可以直接推销了 推销或推销术 欺骗 有时候卖东西 有时候故意 不好的 故意想老王卖瓜 自卖 自夸 欺骗 骗取你或虚妄 有时候 买到不好的东西 这一般人常买回来 买的时候好高 你一回来一用 哦 失望 常常有种 SELF 就是一般的 研讨会 研讨会比较多 研究班 我专题讨论会 他比较不是 他比较是讨论 单一题目 或专家研讨会 他比较专业一点 跟一般开会 都不一样 那SELF 一般动词 或是发射 或者寄出去 寄什么东西 或议钱 到人 或打发 或是入学也可以 这就少一点 或是发射 发射 有了多久 就是入学 这个少一点 SELF 一般我们讲说感官 感官 感官 或者是感觉 感觉就是感官 无官 或是意识到 或者是观念 或者是见识 判断力 意义 公众的意见 理智 知觉 道理 都在一个大范围之内 但是英文程度 好不好就插在这里 一般我们就说 名词就是感官 那英文程度 就可以说 我也可以当 一个道理 或一个理智 或公众 或公共意见 他就用得比较广 动词就是感觉 或意识到 或是激起 激起 检测出来 或者了解 所以 英文程度不好的 他可能是寄 名词 赶快 就没了 程度好的 就是说 名词也知道 有若干的意思 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而且还可以当动词 还可以当激起 检测出来 会了解 甚至的 一般 敏感的 容易受伤的 身体过敏的 容易发脾气的 黎明的 也可以当感官 感官 不是官的 感官的 就是像以前的照相机 感官的 或精密的 甚至因为敏感 或者过敏的 这些意思 Sensual 一般我们是讲官人的 或者肉体的 或者性感的 好色的 这些都有在用 这几个都常用 Sensual 我们一般当名词 把句子 这个字就记完了 没问题了 不有规定 还可以当法院 法官的判决 或者被证判的判决 也可以当命题 还可以当格言 还可以当乐剧 音乐的 也可以当主张 虽然意思也蛮广泛 还可以当动词 动词宣判 或者遭受痛苦 遭受委屈 这些 Sensual 一般就讲情绪 感情 情绪 也可以当意见 也可以当多愁 善感 也可以当感想 这些 Separate 就分开 全面Segregate 现在常用是种族隔离 跟Separate 就分开 一般讲Separate 讲人比较多 比如说分居 分手中 用的比较多 也可以当分开 分隔离 分散 也可以当识别区别 Sensual 一般就开会 名字 开会 开庭 也可以当保员开庭 或集会 或一个学校的学期 会期 将集会 那这个Sens 这个直算英文里面 也是非常麻烦的 英文 非常麻烦 英文像这种 很麻烦的英文 大概有几十个字 我看五十个字 看有没有 就非常麻烦的 没有五十个 至少三四十个 也就好麻烦 你看 光是念一遍都很累 大概当动词 行词 念一遍 只能念一遍 动词 放字 放或者字 或者数字 结束 坐落于 安装 安装机器 日月 星辰落下 就看不到了 心体在转 摔落 或者把固定 或者校正 或者排版 或者确定 或者梳理榜 还有镶嵌 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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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打印 签名 盖章 附单 这个字太麻烦了 怎么办 这种东西就能记多少算多少 全部记住不可能 外国人也记不住 有的外国人 美国人记这些 有的记那些 大家写剧本的 或者文字工作字 诗人 这些 对文字比较敏感 下功夫就知道多一点 形容是某一个位置的 固定的 或不变的 老一套的 呆致的 很有可能的 还有规定的 下令决心 也很麻烦 还可以当这个 名词 set 一般是当动词 跟名词多一点 名词一套 或者一副 或者送信机 像TV set radio set 电视 也可以当发型 一伙人 下描插秧 日月的 承诺 他不会墜落 太阳下山 月亮不见 知识 布局 还可以当摄影上 所以这个字太麻烦了 settle 它只能当动词 安放 安顿 或者是安排 差不多 沉淀 然后使液体 变得比较轻一点 可以当坐下 可以当支付付账 或结账 结算 或者定居 或执名 或者解决 保管率解决 或结束争端 或决定 结账 还请欠款 我拧下来 这个字也是挺麻烦的 像这种就好一点 但是 一般身份 我们是讲名词 大家可以形容词 七的 七个 名字是七 七个 或者这个 记不住 就无所谓 这个用得上七叶之断 橄榄球 Sex 一般就是性 性别 不管男性女性 都可以 或是色情 性行为性感 这些都跟性有关系 Shadow 就是名字 动词形容 是名字 叫阴暗处的地方 一般我们讲影子 陈梁 或者围随者 你的影子 随手跟着你走 就变成围随者 幽灵 就像影子一样 幽灵 回处不去 或很相似的 影子跟你一模一样 或是少许一点点 我愁容 动词 投影影 投影影 遮蔽 变暗 引语 丁烧处围随 影子一定围随你 然后 模糊的表示 影子看不清楚 然后给他们形容词 影子内阁 影子内阁 就是 你不是 不是部长 可是你很有权力 这在英国 英国比较多 美国当然也有 不去西角 如果不知道影子内阁 就Google查一下 就不是内阁 但就有相当大影响力 就像美国国会 有一些参众议会里面 有一些委员会 他的掌握预算 影响力很大 非官方的 或者非正式的 所以 那现在这个字也是很麻烦 只能念一遍了 名字也是 或者是剑杆 或者是剑 或者是猫 工具的把手 极其的轴 它本来就是一根 一根细细长长的意思 讽刺画 哇 这个就没关系了 这个把手拿出来 或者是矿井 或者竖井 或者竖井 也是一个直直的通道 通风井 神像奇的井 不是神像奇 而是神像奇的空间 或者人的大腿 可可 所以意思都差不多 但是这几个就没办法 讽刺了花 人的大腿 可可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是字典有 叫承认 那动词 装上杆 或装上杆杆 或欺骗 可可对待 所以这个英文单字 学文最大 那Shake 就是动词 摇动 震动 抖动 握住 发抖 握手 摆脱 这些意思 那名字 摇动 震动 握手 一刹 还有一刹那的意思 发抖 抖一下 待遇 发抖 瘧疾 哎呀 这怎么办呢 这么复杂 那也无所谓 反正每个程度不一样 记忆力不一样 能记多少就记多少 反正记得越多 程度越好吧 至少 要知道一个意思 再来 程度好 能记两三个意思 所以每个程度不一样 因为每个学英文的自我要求 它的记忆力 企图性都不一样 所以 学语言 包括学英文 在内 压力不要太大 我这边只列出来 就是 至少我看过 有这个意思 有些意思 根本 连我都没看过 就不会拿进来 反正就知道这么多意思 但是 也不用全部强记 也记不住 就是 你至少常用的记一下 然后 一个字 只要知道 有一字多余 记两个 三个 至于五个六个 那就不一定了 也许记不住就算了 那以后再说 先来就是 形容词很浅的 或肤浅的 呼吸弱的 那名字 潜水 的地方 我们讲潜滩 潜水潜滩 或者动词变浅 现有这个名字 羞耻或羞耻心 或者 或者耻辱 或者带来耻辱的人 或事情 人也可以事前 或者遗憾的事情 然后呢 可以动词感到羞耻 或者胜 胜过于人家 这就比人家优秀 贏人家 这跟羞耻有什么关系 可能是 你贏人家 人家就会感到羞耻 你 为别人带羞耻 因为他输了 可能是这样过来 shampoo 一般我们讲洗髮精 凳子 因为洗髮精干嘛 你洗头发 洗涤也可以 但一般讲 洗头发比较多 那名字是洗髮 但一般洗髮精最多 洗髮精就等于 就是洗头发 洗头发 但是洗头跟洗头发 应该一样 有人洗头不洗头发的 洗涤剂 这个用的少一点 但也可以 洗头发 一般就是形状 或者外形 或者具体化 或者情况 或者模糊的人影 或者种类 模型 或模子 而说造句不好 造句 这边造句的话 就太多了 所以 要看到造句的话 就看我 有一个频道叫 基本单字片 我就专门挑这些 常见的字 然后 发音也有 然后 意思也有 然后 有造句 那为什么这边还要写这个东西呢 因为很奇怪 所以我二十个频道 有些看的多 有些 有些一般 有些看的很少 奇怪 有些我觉得像一字多译 基本单字片 我觉得很重要 可是奇怪看的就少了 然后 然后 动词的成型 塑造 制作 成长 发展 合身 适合 也是若干的意思 像我们一般讲 分享 一般我们讲动词分享 也可以分摊 分摊 吃饭分摊 也可以当平均分配 这是共同的意思 临着一份 一部分 或者也可以当share 另外在股票市场上 可以当股份 或者股票 所以每一集 这个每一集的蓄势 都非常巨大 所以有缘的人 就是你要是 喜欢英文 等风造极 就可能要多看几次 一回神 二回神 但是 不要说因为 一直很复杂 就怀由上指 就 退却了 那这样子就不行了 这一集讲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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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